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专业评论员时时观察 时时观察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梁燕成 跟大家讲讲世界大事 在加拿大有一个CBC 很重要的新闻媒体的报导 有些西人去抗议 原来有些报纸派到他家 报纸花成百页 他说这些新冠病毒 是中国带来的 是中国毒害世界的 他就向CBC反映 加拿大重要的新闻媒体 他说这些叫种族歧视 西人说不是说人说 这个很难得 原来加拿大 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在西方各国中 他就一开始 他就很强调了一件事 是对于借病毒来攻击华人 这件事 政府是零容忍 如果你借此去仇恨华人 因为当时有些人 华人去到超级市场 被人赶走 被人去侮辱 所以当时 由市政府到省政府 到联邦政府 都说零容忍 不准借这些事件 来攻击华人 这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 有他很突出的地方 倒是引起一些华人去注意 就是那份报纸 属于北美到处都派的报纸 它有英文有中文 那份报纸是华人办的 竟然就在这扰联中国 被西人抗议这帮华人 去歧视华人 这个就是最有趣的消息的内容 另外我想今天就特别去讨论一下 就是美国和中国 因着这些问题咬了大轮 其实那个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有两个 不过今天时间不够 我先讲一个讲法 我讲法就是 亨廷顿早前已经提出了 大概九十年代 九三九四年 他出的论文 就讲到文明冲突的问题 当时亨廷顿是 属于美国右翼的一个学者 他特别去讲到中国的兴起 以及伊斯兰教文明的势力 都迟早会和美国有冲突的 那就会有文明冲突 即未来不是冷战那种意识形态冲突 即不是共产主义与支付主义等等 却是文明之间冲突 那伊斯兰教文明 他是要全洋的 而且他认为他是真理来的 那西方的文明 他也是要全洋 认为自己那套的政治体制世界最好的 那互相都抗张 就必然冲突 那他又预测 中国的儒家文明 也都会迟早和西方冲突 那我们当时 连同很多不同的中学者 都不是很同意 因为中国文化就不是喜欢去冲突的 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视调和 还有大家谈谈的文化 所以当时 也有很多人写文章 包括我在内 都是强调 中国文化就不应该 是好似伊斯兰教 有种说我有真理要传弱 或者西方说 我的民主自由是一个真理要传弱 并没有太强烈这个叫欲望 就是他没有抗张性欲望 他是守住自己的 所以中国要整个万里长城 守住自己 那种你不要动我 我不会动你 这种形态的文化 应该就不会冲突的 当时我就在1994年 写一篇文章 我就说 应该由文明冲突 转为文明对话 大家多谈谈 大家多谈多了解 就不会产生这些误解和问题 当时大家都很同意这观点 但想不到到今天 文明冲突终于发生 当中国是兴起到可以 匹敌美国 其实中国还差很多 但科技和经济能力已经接近美国了 已经到了一个 和美国有一个竞争 是强烈竞争的能力 因为国力很丰厚 人口又多 经济能力又强 科技也很快慢慢追上和美国接近 所以美国就无论民主党 或共和党 都是有点害怕中国兴起 对中国是多了防范的意识的 有点小小新冷战的味道 但又不止于共产党和资本主义 那种对决式的冷战 但却是对中国兴起 是一直在西方世界都有点担心 那这个就是今天 就是为什么对中国 经常有这么多东西 中国当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有很多可以批评的地方 但是中国又有很多 做得很好的地方 通常你了解他 能够这么40年 搞得这样的成功 他不是单靠独裁 或者贪腐 可以做到这样的 他有很多 是他的制度上做到的事 要深入研究 就会明白 他能够达致短期内 短40年成功 是不简单的 因为他用很多专家的力量 来听很多意见 来到去改革 中国他不是说 一两个天才的独裁者 说要怎样要怎样 这个我现在就没有时间慢慢讲 但是我们要了解 中国的成功 是有他自己某一种的文化 和体制的特色 是值得各方的研究 为什么他不走西方的道路都可以呢 但是如果他不走西方的道路都可以 就是西方觉得自己比较优越的 那种的想法 就预着中国是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就产生某种的 好像亨廷平所预言的 文明冲突的问题 但是那个文明冲突的答案 是怎样的呢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当年所写的那篇文章 就是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就是不是用冲突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一冲突就一定是两败俱伤的 但是如果是用对话 互相了解 就是多些欣赏对方的好处 学习到对方的好处 增强自己 那是双方能够这样学习 就不会进入那种必然敌对的 就像以前的希腊的 所谓修斯底德的陷阱 这样的情况 不是非打不可的话 其实 大家多些合作对话 是更加重要的 至于修斯底德的陷阱 又是怎样的呢 这次我会有机会再和修斯底德的讨论 我们学习到这次中的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 并不是掌握的 他们就是国伦前 어� aggreg习 因为日常网络优独播剧场 也很整理 就是国伦代粘独播剧场